千语千寻,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真正的自己。 你想象过,如果面前有一条永寒深邃的隧道, 在这隧道后面,会是怎样的一个奇迹世界吗? 是如同诗人陶原名笔下的桃花园那般田径和乐, 还是少女爱丽丝梦游的仙境那样,梦幻鲜活? 在日本动画电影《千语千寻》里, 一个十岁的少女迪野千寻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。 在穿越了那条悠长的黑暗隧道之后, 等待我们的或许是人性的贪婪, 是残酷的成长,是失而复得的自我。 少女千寻的这段童话奇遇起源于一次迷路。 在搬家的途中,千寻一家穿过了一条幽暗的隧道, 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城镇。 在这个城镇里,有花花绿绿的乌色和琳琅满目的美食。 千寻的父母经不住美食的诱惑, 在一顿饕剩宴之后,变成了两只丑陋的猪。 为了救自己的父母,千寻在白龙、锅炉爷爷和女工小玲的帮助下, 来到汤屋主人,魔女汤婆婆的房间,寻求工作。 汤婆婆是这个怪异世界的主宰, 她执掌着所有人的命运,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 在千寻的坚持下,汤婆婆给了她工作, 但在千奇约时却拿掉了她的名字。 从此,迪野千寻变成了小千。 在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,千寻差点真的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姓名, 是白龙偷偷将她,在真实世界的衣服送给她。 她在衣服里找到了同学送给她的卡片, 在那个卡片上赫然写着她的真实名字,千寻。 魔女汤婆婆通过拿掉名字的方式控制别人, 在这个世界忘记名字,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千寻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刻在心里, 在充满着欲望与贪婪的汤污里, 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。 她一夜之间由一个喜欢撒娇的女孩, 便成了一个勇敢坚韧的少女。 她关心着孤独的无恋男, 为受尽污染的和神喜悦, 帮助白龙脱离邪恶的魔法控制。 一个人的善意里藏着这世间最大的福报, 正是因为千寻始终保持着人性最初的纯真和善良, 所以她最终救出了自己的父母, 也收获了最纯美的情谊。 在电影里, 小千是被世俗所困扰的影子, 而千寻才是那个真正的自我。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过这样的选择, 做小千还是做千寻。 做小千便要随波逐流地活着, 而做千寻难免承受清醒的痛苦。 而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, 便是在逆境中保持最大的善意, 守住最初的纯真, 活出最真实的自我。 在贪污的世界里, 白龙是少女千寻的最佳守护者。 白龙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 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,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 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 她与魔女汤婆婆早已签下了契约, 她教她魔法, 她受她驱使。 为了学习魔法, 白龙做了许多坏事, 包括偷偷去偷取汤婆婆的双胞胎姐姐, 前婆婆的魔法隐章。 可是, 她对千寻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热气的善意, 因为她觉得自己很早便认识她。 她偷偷教她如何跟霸道的汤婆婆要工作, 带她去看被变成猪的父母, 在花田里安慰她, 陪着她哭泣。 千寻在她的帮助下, 逐渐从一个娇气的小女孩, 变成一个敢于担当的少女。 白龙在偷魔法印章时受了重伤, 说千寻用合神丸子救了她, 毁掉了她与汤婆婆的魔法契约, 并亲自坐水上电车去向前婆婆道歉, 令白龙获得了原谅。 在影片的最后, 当千寻趴在白龙的后背飞翔在空中时, 猛然想起了多年前的事情。 那时千寻还很小, 有一次为了捡鞋子, 掉进了一条叫琥珀川的河, 是琥珀川的河神救了她, 而白龙就是那个善良的河神。 白龙也记起了自己的名字, 振早见虎破川, 在千回百转之后, 她终于记起了回家的路, 世间最好的关系便是彼此成就。 千寻与白龙, 他们以最真挚的情感互相成就, 彼此救赎, 终于在残酷奇异的世界里都获得了新生。 白龙其实就像这世上的大多数人, 我们为了心中的欲望, 都曾经迷茫, 沉语, 甚至失去自我, 但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深爱着我们和我们深爱着的人, 他们从没放弃过我们。 在经历了挣扎与苦痛之后, 我们依旧会记起最初的模样。 在电影里还有一个五脸男, 始终跟随在千寻身边。 五脸男身穿黑色袍子, 他不能言语没有表情, 是个沉默而可有可无的人。 他孤独的身影仿佛在诉说着, 这个世界不曾有人给过他善意和温暖。 所以当热情诚振的千寻在雨夜应怕他着凉而为他打开一扇门时, 他的心门也在一瞬间轰然坦塌。 他一路悄悄追随着千寻, 小心翼翼地讨好着他。 他发现在这个残酷又奇异的世界,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黄金, 于是他用魔法变出无数的金豆, 引来了整个贪污的殷勤和讨好。 他们穿起华服, 为他高歌起舞, 争先孔后将美食献上, 静心竭力地伺候着他, 为的就是分一颗金豆子。 无脸男用黄金讨好千寻, 可纯真的千寻一心只想救自己的朋友。 无脸男恼羞重怒, 开始了疯狂的吃人抱负, 将汤污搞得一片狼藉, 又是敢于担当的少女千寻挺身而出, 拯救了汤污。 汤污就如同一个拥有魔力的城堡, 会将朴素纯净的灵魂变得贪婪, 而离开那个光怪陆离的汤污之后, 无脸男终于又恢复了原有的平和和善意。 他跟着千寻来到前婆婆, 那个朴素去温暖的小木屋。 在木屋里, 他仿线, 编织, 做起手工活, 像模像样, 令人觉得宁静而美好。 也许这就是无脸男最好的宿命, 也是他追寻的最佳状态。 在汤污里, 他虽然受尽殷勤, 却并不快乐, 而在小木屋里, 他自在而安宁, 找到了真实的自我。 每个人都在追寻鲜花灼井, 烈火朋友, 可那鲜花的燕与火苗的红, 有时难免会灼伤一个人, 最初的质朴与善良。 也许洗尽千华后, 我们方能明白, 原来心安宁, 身才会自在。 无脸男, 其实就是一面镜子, 它照出的是世俗与理想的距离。 在世俗的纷扰里, 我们狂欢且孤独, 在理想的烛火下, 我们在编织着一件叫做出新的毛衣, 这件毛衣才是抵挡世间风雨最好的东西。 其实在电影的最后, 每个人都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, 听到了内心最深处的声音, 这个声音就是人性的力量。 锅炉爷爷会发现原来恐怖的模样, 掩盖不了自己原本的善良。 谦逊的好朋友小玲会发现, 其实自己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好姑娘。 凶狠的魔女汤婆婆在宝宝失踪的那一刻, 终于明白孩子才是自己最大的软肋。 而她的胖宝宝也惊喜地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, 她也可以勇敢地走出来。 《千语千寻》其实就是一部关于成长, 关于人性, 关于寻找自我的电影。 它不仅仅是献给孩子的童话, 更是献给成年人的礼物。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, 穿越过那条庸身曲折, 能听得见风雨雾液的黑暗隧道。 我们最想遇到的风景, 其实是那个纯真而善良的自己, 因为那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好的模样。 电影的最后, 白龙对千询说, 回去吧, 记得一定别回头。 千询还是告别了那段时间里的快乐与鲁莽, 重新回到了并不天真的现实世界。 就像在汤屋里泡澡, 喜去过往, 出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人。 宫崎静的电影总是这样, 给人勇气, 让人感动, 同时还能喜去我们的坏心情。 这也许就是好电影的魔力。